好的直播可以看到消防將一名男子放在單架上 從店內緩緩抬出 直接男子頭包繃帶 臉色慘白 面露痛苦 因為不久前他卡在酒吧 與人發生口角衝突 大概有15個 可能要打架起來 然後就兩派有可能把他們拉開 先就大小聲 大小聲就有人親要怕摸一個人 事發在18號凌晨1點左右 警方獲報 有人在酒吧外起口角 據瞭解是被害人與嫌犯一同聚餐喝酒 疑似酒最後引起了口角糾紛 嫌犯離去又落人返回 毆打被害人 迅速在兩小時內 便將動手的三人全數帶回 全案與身尋後 依涉嫌刑法妨礙自去與傷害等罪 移送地間組偵辦 雙方迎酒聚會 卻演變成口角糾紛 最後被帶回禁局 恐怕也是嫌犯始料未及的 以上在新直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